生命纪 第十四章 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儿女 不可为了死人割伤自己的身体 也不可使你们的额上光秃 因为你是属于耶和华你的神的圣洁子民 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了你们 特做他自己的子民 可厌恶之物你都不可吃 你们可以吃的牲畜是以下这些 牛 绵羊 山羊 鹿 羚羊 赤鹿 野山羊 迷鹿 野羊 野鹿 在走兽中分体成两体脂 又反除的走兽 你们都可以吃 但是那些反除或分体的走兽中 你们不可吃的有 骆驼 兔子和食欢 因为它们反除却不分体 就对你们不洁净 至于猪 因为它分体却不反除 就对你们不洁净 它们的肉你们不可吃 它们的尸体你们不可触摸 在水中 你们可以吃的有以下这些 有鳍有鳞的 你们都可以吃 有其没有鳞的 你们都不可吃 这是对你们不洁净的 洁净的鸟类 你们都可以吃 你们不可吃的鸟类 有以下这些 鹰 狗头鹰 红头鹰 鸢 准 黑准 以及这一类的鸟 乌鸦和这一类的鸟 鸵鸟 夜鹰 海鹰 雀鹰 以及这一类的鸟 小猫头鹰 猫头鹰 狡吃 小肖 秃鸟 鱼鹰 罐 鹿 以及这一类的鸟 带圣和蝙蝠 有翅膀的昆虫 对你们都不洁净 你们都不可吃 洁净的鸟类 你们都可以吃 自死的动物 你们都不可吃 可以送给你城里的寄居者吃 或是卖给外族人吃 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子民 不可用山羊糕亡的奶 煮山羊糕 你要把你洒种所产的 就是田地每年所出的 献上十分之一 又要把你的五谷 心酒和心油的十分之一 以及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 就是在他选择做他名的居所的地方吃 好使你可以学习 常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耶和华你的神赐福于你的时候 耶和华你的神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 如果离你太远 那路又太长 使你不能把贡物带到那里去 你就可以换成银子 把银子拿在手里 到耶和华你的神选择的地方去 你可以用这银子随意买牛羊 清酒和烈酒 你心想要的都可以买 在那里 你和你的家人 都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喝欢乐 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 你不可丢弃他 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分无业 每三年之末 你要把那一年的全部出产的十分之一取出来 积存在你的城里 这样立位人 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分无业 以及在你城里的寄居者和孤儿寡妇 就可以来吃得饱足 好叫耶和华你的神 在你手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